明述记第36章 约瑟后裔的家族中 有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激烈的子孙 他们族中的首领都前来 在摩西面前 在各家族做首领的领袖面前 和在以色列人面前说 耶和华曾经吩咐我主 要凭抽签把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 要把我们兄弟西罗菲哈的产业 分给他的众女儿 但是如果他们嫁给 以色列中别的支派的人 他们的产业就必从 我们祖宗的产业中被娶去 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我们抽签所得的产业就失去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 他们的产业就要加在 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他们的产业 就要从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中被拿去了 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 吩咐以色列说 约瑟支派的人说得对 论到西罗菲哈的众女儿 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 他们可以随意嫁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只能嫁给同族同支派的人做妻子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一个支派转到另一个支派去 因为以色列人要各自守住自己祖宗支派的产业 从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 要嫁给自己祖宗支派的人做妻子 好使以色列人可以各自承受自己祖宗的产业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会从一个支派转到另一个支派去 因为以色列人的支派要各自守住自己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西罗菲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 西罗菲哈的女儿 玛拉、德萨、荷拉、密加、挪阿 都嫁给了自己赎伯的儿子做妻子 他们嫁给了约瑟的儿子 玛拿西子孙家族的人做妻子 他们的产业仍然留在自己的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 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吩咐的命令和典章